来 老谢王者公 做事 我能说话了吗 能说 你说吧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有墨西哥墙 为什么没有越南墙 因为墨西哥墙呢 是想拦下来这些 想到了美国以后能够申请留下 或者是能够正常工作 挣钱的这些人 越南墙的概念不一样 我们不是多移民国家 对 不是一个多移民国家 为什么那么多人趋之落负的 想要移民到美国呢 好 那么多 多少数字 以每年多少增长 美国移民到美国一共多少人 最近不是德州不是反移民什么的 不是要干起来的吗 就是因为移民这个问题 你的因为和所以有关系吗 那就是人家不想让你移民 然后有这个墙 你懂非法移民和移民的区别吗 我懂啊 他是不喜欢非法移民还是不喜欢移民 他不喜欢非法移民 那和移民有什么关系 那我就想问一下 你说的美国这么不好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想非法移民 好 那我就想这么问你 美国有多少非法移民有多少合法移民 他们240多年的这个建国历史当中一共有多少华人 你所说的这么多 我是福建的啊 我加上这边有很多非法移民 然后他们过去都是为了去赚钱 他也没有说多 你要问我星星有几颗 我会告诉你很多很多呗 我就说 我就说人家 你说这回答我问题不行吗 哥们 你绕啥呀 我就问你 我没绕 我问你星星有几颗 你告诉我很多很多吗 不是 不是 我身边我是真的福建的 我没问你是不是福建的 我问你星星有几颗 你告诉我很多很多吗 你一定要我拿出准确的数据吗 来 我告诉你大概数据也行 合理就行吗 美国建国240多年 从他第一代在建国之前铺铁路开始一直到现在 第六代第七代华人在本地已经出生了 可计算的人数范围内不足600万 连非法移民都算进去 顶国内一个三线城市 一个城市的人口 你告诉我为什么有钱人都去了 美国这些600万华人有多少人是中产家庭 你知道吗 不足20% 连中产都算不上 这些有钱人在本地连中产都算不上吗 好 那你给我个数据 为什么叫都去了 都至少得是绝大多数吧 你在偷换概念 我偷换什么概念 你说的不是有钱人都去了吗 我没有说有钱人都去了 那你重新说一遍 是什么去了 我说的是我们这边没钱的人都想非法移民 没钱了 都想非法移民到美国 因为他们对美国带一个天生的绿镜 不是 那我们这边有很多家族企业都在美国 你们福建大哥的家族企业都是啥 你给讲讲 海外福建人是很多的 我知道 对 都是做啥的 有做餐饮的 有沙溪小吃都是全国都有 有做餐饮的 有做沙线的 有做自住的 你去贴的都是沙线的 还有没有别的了 别的地方我不懂 但是我身边的人 我知道很多 就都开饭店 完了呢 感谢暖霸宝 你这样子我们都聊不下去了 你都一个嘲讽 我不是嘲讽哥们 你说话本身就存在很大问题 你一句有问题 我们就掰一句 还是要不等你说完呢 那第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是多移民国家 所以它有美国墙 中国不是多移民国家 美国是多移民国家 所以它有美国墙 防的是非法移民 跟移民没有关系 你那这两个道理听不懂 非法移民和移民有没有区别 你告诉我 都是移民 我想问一下 有一句中国古话叫 食物者为俊杰 我劝你吃点柳威 递换完吧 但是你的爸爸分了死罪 你是有病吗 哥们 你回答我问题 非法移民和移民是一回事吗 你告诉我 不一回事 那所以为什么把它相提 为什么把它相提并论之后 还谈一谈人家的墙呢 跟墙有啥关系啊 那你 我就想问 为什么非法他还要去呢 好 那你告诉我 为什么非法他还要去呢 随往低处流 能往高处走啊 好 那是他们的认知 我认为他们去了以后 是属于流到臭水沟里了 原本给地面上躺着 确实也不高 但是到那是属于流到臭水沟里面去了 报税报税不行 汇率差汇率差挣不来 工作工作不需要 老外钱老外钱挣不着 对不对 本地本地又不消费 经济经济又就搞得相当拉 所以我认为他们流到臭水沟里了 你有什么不同见解吗 我这边身边的很多家乡的人都在国外撞到钱回来了 那好 你家乡的这些人和这些所有的非法劳工去了 有什么区别 我有一个朋友 很好的兄弟 他父母亲去 我告诉你 我始终不支持福建大哥上来立举这个事 你知道为啥吗 因为你那七旧公 八大姨 什么七旧老爷啥 你们家那个亲戚啥 都能沾上亲戚 到了美国以后互相是有照应的 没有哪个是在大马路上躺着没活干的吧 来 你跟我说说福建哪个大哥到美国以后躺大马路上躺半年没活干 那你要这么说 我没话说 对不对 那那些人一样吗 那些去的一样吗 我来 我再问你一个 哪个福建大哥在出息之前 自己不知道自己一天要干12小时餐馆的 不知道自己要暗无天日在后面打工的 有几个福建大哥不知道这情况出国的 你告诉我其他的走线大哥知道吗 其他走线大哥知道能接受吗 干不了哭爹喊娘的不多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问完了 你回答了我也很满意 因为我们福建真的跟全国其他地方不一样 但我们这边真的很多人出去撞到情况 哥们你也不要秀优越感 因为你们心里是妈祖 我话就说到这后面没必要再说了 然后说下一个话题吧 就是我们国内现在工作也好 或者说生活也好 这百分之八九十的月薪五千以下的人 包不包含未成年 包不包含大学毕业了以后 暂时还没有离开学校考研考博考硕士的 包不包含已经失去工作能力的老年人 包不包含他们此时已经财富自由 把房子往爱租但是不用报税的 包不包含这些人 百分之八九十张嘴就来吗 不包含 好那你告诉我 所以正常劳力正常出去干活的这些人 他们不是靠这种往出租房 也不是在学校里还没出来投入社会 正常的这些人里面有多少人挣不足五千 很简单 我举个例子 就是你去你们当地 这边直播间有一万多个人 你们当地的招聘碗 你去看一下你们当地的 来我是长春的 我是长春的我给你举例 长春前台服务员 培训期之内就是试用期之内四千之后加奖金 怎么说 那不是五千以下吗 好啊 加奖金就不是五千了 加奖金绝对到不了五千 行到不到得了五千 可长春也算是挺有钱的了 然后呢 我告诉你 我在福建的上面就是你说的三千小时 这个地方 文员就是三千多 我老婆 好那你的物价是多少 你吃碗面条多钱 呃 吃碗牛肉面应该是十块钱左右 你知道上海吃一碗多少钱 那上海 上海是欧洲 那所以上海挣的多点 你那挣不足五千有什么不合理 你干的什么活 你有技术含量吗 那我说 拿房以租养贷 以租养人生的 包含那些大学毕业了 还没出来二十多岁三十 甚至三十岁还在学校里面 包含这么些人 所以才叫百分之八九十 明白吗 再说百分之八九十数据是从哪出来的 我上次听说是六个亿 你听我讲 你说的这些学生也好 或者说老人也好 这些我包含进去 连两千都到不了 好 数据从哪出 给我 你就平常了 给我数据 给我数据 你就说你 就是2023年的财政报告 好 来你跟我说 你跟我念吧 你现在念吧 我没有念 我看过 我这节我能背 我就跟你说 都背下来了 那我查 你背吧 全国2023年的财政收入 人均工资 绝对到不了五千 而且是两千多 不到三千 我说五千块钱 已经是翻了一个倍了 在哪查的 我没查找你说这个 全国的人均工资 你查不到吗 2023年 全国人均工资 半百年 半百年都可以 年收入3.92万 一人 一年 那是不是三千块钱 人均可支配收入 是不是可支配收入 咱们说的 那是不是三千块钱 一个月 三千多一个月 然后呢 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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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 包含 包含你可 炕上都不下来太老 对 老人孩子 我都算了 我说五千有工 那你说这个就不准确了 那这里面包含 我问你中国有多少老人 中国有多少不工作的老人 我爸算一个月 我爸一个月一万多 你爸算一个 完了呢 咱俩一个一个数到哪 你有数据没有 他不工作一个月一万多 所以他这个人均工资算在里面吗 算啊 你爸的一万多算人均工资啊 算啊 他报税啊 退休金啊 退休金算人均工资报税的 一万多 他肯定报啊 对啊 那好 咱说那个老人要是不拿退休金的呢 不是 那个不够一万多呢 不到五千的呢 算不算 算不算 太多了 不到五千不用报税吗 不用 然后呢 不到五千不用报个税啊 他退休 他退休要不要算 他退休要不要算在人均里面 正重点是 他退休在不在人均里面 在啊 好 他退休他不用干活了 好 有没有退休 没有老板的 年轻的时候 这个不叫 那个不叫 咋说 有没有30岁还没出学校的 是不是成年人 我说的意思是 我们中国有14亿人 人均不到五千块 你的人均就是个 就是个伪命题啊 你人均连那么小孩 连没毕业 没毕业从学校 没出雾里都算 你要谈人均是按人口谈的人均 你不是谈 按劳动力谈的人均呢 哥们 那我说我自己身边的事情 好 那你谈人均 那你知道吗 你想跟哪个作家 哪个国家横向对比 全世界 全地球能够跟中国横向对比的 只有印度 那你说印度年均 人均工资多少 可支配输入多少 那你为什么一个 把女子比差深呢 不对啊 你要比人均 你当然人数合理的情况下 咱要比嘛 那叫比差深吗 那印度不差吗 不是印度15亿人啊 你得人口一样 才谈人均吗 你谈的是人均 然后不谈人口级数吗 我 抛开事实不谈吗 哥们 那你拿多微比都好啊 你拿凡帝钢比啊 800人 你不要打断我 我不是打断你 我问你谈人均 为什么不拿人口级数比 我现在 你告诉我谈人均 为什么不拿人口级数比 别滚刀 我没滚刀 为什么抛开事实不谈 谈人均 为什么不拿人口级数比 谈了 那谈了为什么 那你问你 你告诉我 为什么不跟印度比 那你能不能让我说话 那你先告诉我 为什么不说 不跟印度比就行 说 那我没有说不跟印度比 好那跟印度比印度多少 印度我没有查过资料 那你去查一下 我知道 你觉得不幸福了吗 你现在是觉得不幸福吗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我跟我老婆 我老婆做一个护士 一个月三千多块钱 我一个月三千多块钱 我爹一个月一万多 我现在不敢生小孩 你不敢生小孩 你怎么能怨国家 那也没怨国家 就是你是干啥国的 我听听 打游戏的呗 那工作室 你讲话 我说实话 你这选手能挣三千块钱 你就稍高想吧 你该饿死 实话是说 打游戏该饿死 对 你要不是因为国内打游戏的人 人多 人口级数多 你要不是因为国内人多 你都饿死 你上印度去 开工作室 你卖给印度本地 你给人打金 你看印度有没有买的 我跟你讲 我是A症 我能不能饿死 我驾照A症 我能不能饿死 能不能什么东西 我驾照A症 我能饿死吗 能20是啥意思 能不能饿死 饿死啊 那我不知道 应该饿不死吧 那看 也看你啊 哥们 你就天天要给他躺 你跟大爷似的 你不干活 那你该饿死不合理吗 那我 我意思 我的A症 我都不愿意出去干活 愿意在家里面打游戏 赚三千块钱 为什么呢 因为你垃圾 就因为 想要 每日每夜去干活 那你不想干 你不想干 如果你要是选了 另外一个糊口方式 也能挣钱 我说话不错 那你为什么说我 能饿死呢 我饿不死 那你饿不死 你冻起来了 你也没啥也不干 对不对 你A照 你不跑 你在家 你不也干活了吗 你躺着不干 你也饿不死 你爸在你也饿不死 你爸没了 那我说的意思 我说的意思是 我现在不敢要小孩 你不敢要小孩 怪谁呢 你怎么不去工作呢 你怎么不去干活呢 对不对 我干了呀 你干那个活 那必须得 你随便干一个 你喜欢的活 就必须保证 你挣多少钱 保证你挣多少 挣个什么多少钱 够你去生个孩子 美国够啊 美国保证啊 美国流浪汉 谁给他生孩子 你这个水平 跟美国就是流浪汉水平 我A正在美国流浪汉 不是 你A正不干的话 在家躺着打游戏 就是饿死的水平 那我在家打游戏 我赚的比A正还多 你一月赚三千多 比A正还多 你们家那开A正开车 一月赚三千多钱 我们家 我们家 我们家这边 公司一个月 我觉得你在打马会 你为啥不直接回复我 他是不是 你家A正是不是挣三千 四千 四千 我说实话 四千 你们家A正挣四千 你们就是 葛福建 葛福建的A1 没有挣四千以上的了 跑旅游大巴的有 那你为啥 你为啥不能跑旅游大巴 那老婆不得没啊 你现在这样 老婆也容易没 我说实话 你老婆现在回家了 下班了没有 下班了 在家坦着呢 他有没有晚上加班的时候 没有 他干个护士加什么班 他晚上不用值班 没有值晚班的时候 没有没有 他白天的白白天班的护士 牙科护士 啊牙科护士 那你看吧 我大概我 以我了解的话 大概下午四五点钟 对下午四五点钟 快下班那这吧 你 六点下班 对你最近就是上 快下班之前四五点钟 你请给你老婆打打电话 他可能最近在跑步 不会不会不会 我老婆不跑步 他下班就回家 你以后你就懂跑步是啥意思了 完了呢 我知道做头发我都知道 还跑步 跑步 完了呢 完了呢 完了怎么着 重点是啥 完了就是我老婆做父子三千多 然后我 我我我干 干个带恋啥的 我一个月三千多 生不了孩子 那你俩 你俩愿意选择摆烂生活 在全世界在哪 谁 就你在全世界哪 你这种生活方式 谁也不能保证 可以生孩子 你能养活你自己就不错了 不是 那那我老婆 辛辛苦苦 上班做护士 叫百拉吗 你你老婆辛辛苦苦 做护士加班了 没加班 早早八晚 我多一分钟不干 选手 怎么叫辛辛苦苦 做护士 那你的意思就是 辛辛苦苦 肯定得是辛苦的样 你先干十几个小时 那才叫辛辛苦苦 你那个只能叫本本分分 本本分分上班 标准上班 本本分分上班 给你一个在本地上生活 生活的几个钱没毛病 那你意思说 我们本本分分上班的 一个月拿三四千块钱工资的人 真的就养不着孩子 养孩子要多少钱呢 我不知道 这么说吧 就是房也没有 车也没有 一个月 一个月 房租水电扣一下 加一个吃饭扣一下 能剩个三四千 然后你要养个娃 以后的尿布吃 奶粉 加培训会 加辅导班 我想都不敢想 我都不敢要 你多少钱吧 我先听听 我自己一个人 我一个月跟我老婆 两个人 你这种 不是 你这种 你看 不是我攻击你 那你说你这种 你生完孩子以后 你孩子以后长大了 开家长会 你爸干啥 我爸现实啥用没有 腿都退化了 个肠上打游戏的 你别生孩子 孩子也难受 我说实话 那你开个公交 你说我爸开公交的 也就三四千块钱 那你有剩的多 你不不愿意去吗 跑线 三四千块钱 像你说 跑旅游啊 运货啊 那不都行吗 是 哪个正的度比你现在多 你还不愿意立架 你还得老婆孩子热炕头 你还得保证 天天回家有时间打游戏 完还得保证 你能生起孩子 全世界哪是 你上哪去吧 你说啥 美国也不是 你说这有啥用啊 对对对 你说的也对 对吧 这个话我 我我我没有反驳 确实你要是努力一点 可以可以生小孩 你凭什么你不努力 你能享受别人 梦寐以求的生活呢 就是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说 我本本分分开个公交车司机 我就生不了孩子 我一定要出去 什么叫开公交车司机 生不了孩子 我问你生孩子 一月花多少钱 你现在回答我了吗 你生过孩子吗 没有啊 那你知道一个一个孩子 一个月奶粉就要一千块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啊 所以我问你花多少钱吗 奶粉就得一千 要不是另外算 有人照顾还好 你说那你说多钱吗 哥们你怎么 你是不是不知道啊 我问你八百遍 你是不是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说你不知道 有些东西不能拿钱算 拿啥 拿啥算啊 不拿钱算拿啥算 哥们拿游戏币算啊 你拿你金币结账 给海外买护手啊 你有病啊 拿多你就挪钱就完了 如果我爸我妈有照顾 那我跟我老婆能上班 那这些保姆可以省下来 那如果你 我爸我妈不照顾我老婆 失业在家照顾孩子呢 那你这个钱 是不是我要养老婆 要养孩子 有些这些情况 好 我觉得你说的问题非常实际 所以你现在该干的事 是从你身上 一个人挣出俩人的钱 你出去跑长线去 把还一生媳妇给家带孩子 一月你挣一万 啥都结了 你要觉得没活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上海送外卖一月能挣一万 我知道啊 那三年能挣一百零几万 你觉得 那我觉得有点夸张了 但是我觉得一个月挣一万是没问题 那抖音不是刷出来三年一百零几万 你这个人有认知有问题 哥们你别老拿个例当普遍呢 对吧 那怎么人人都挣一百来万呢 你不跑出真友跑得很的 那你不能人人都是吗 你拿普遍的情况说啊 我说的就是普通人的生活 我做一个公交司机 一个月四五千 然后我老婆做一个护士三四千 那我这么说 我要这么说 我要这么说啊 你可能不愿意 但是我说这个话可能是个实话 你要是这个生活条件多了 你也挣不来 吃苦也吃不了 那你还吃啥奶粉呢 对吧 你吃啥奶粉 该吃啥吃啥吧 用啥尿不吃 用把不戒子吧 我小时候也使了 是不是 你就没你没逼 你这个你这个档次 你又挣不来 又不愿意吃这苦 又这么多借口 那哥们咱就照最便宜的 最低档的过吗 你生活就低档 你的人生定位就定在这个档 你凭什么享受 跟别人一样的东西呢 对不对 那我可以选择 我可以选择不生啊 那可以也没问题啊 谁拦着谁逼着你了 对啊 你说实话 你这种不生反正是好处 真的 是好事 我支持你 嗯 我支持你 然后 然后到时候 我孩子跟我一样开公交 你不是 你开公交 我说实话还好点 我怕你还跟你一样 天下个家一躺光光打游戏 完了 完了 这个挣得多 那个挣得少 天天上网上跟人摆着这事 够磕身的了 这玩意说 当年你爸那一代就干这事 完了回头 你孩子长大也干这事 够磕身的了 不是 那不是 我爸是红色员工 我打红色员工 你不是 我说你 你不是孩子的爸吗 怎么跟你爸有关系了 你不是说我爸吗 我说你是孩子的爸爸 你的孩子 跟你爸有啥关系 哥们 我 我爸 我爸已经给我孩子买药房了 我是 但是 我不敢生第二个 不敢生第二个 不敢生第二个 哥们 那你就严谓走出这个门 把那个甲值接上 咱说 对不对 你咋的呢 现在你不出门为啥呀 我以为你腿有毛病了 不是啊 不是 我打游戏比 比 比开公交赚钱啊 你不是 你可不是说开公交赚四千 你不是打游戏赚三千吗 这不差一千的吗 那 那你要知道 打游戏像做神医一样的 有好有坏呀 我是平均三千 那我好的时候一万多呢 好的时候一万多 那不挺正的吗 那怎么一万多 为什么不能一直保持它好呢 怎么 怎么好搞呢 不稳定呀 那你也知道不稳定 那整个稳定的干不行吗 稳定的就四千吗 四千怎么着 那你现在你的意思 就你这个能力和你这认知 必须得让你开公交 一月挣四万 你才满意呗 那也不是说我开 我要挣四万才满意 就是说 我们普通人 好 我们普通人 开个公交 我不是埋怨你的啊 我前两天 有个直播间有个人 我前两天 你听我 我不想听你说 我不想听你说 你的那个生活过得一团走 说实话别跟大家分享了 分享意义不大 感谢刚才他保持 我前两天直播间有一个 跟你这个情况差不多 隔广州 隔惠州 隔惠州 然后呢 一个月就挣三千来块钱 跟你一样 口气的硬 嘴的硬 怎么怎么的 我也挣不来钱 你挺硬的 就是 这是我说我的认知吗 哥们 对吧 我不是说你 我说我的认知 嘴挺硬的 叫狠人大地 在我的劝说下 他去开直播 其实我说他听 他去开直播了 说实话 他开直播挣的钱 比你好的时候 一月挣的都多 人家不行 你也开直播去吧 我成的 但是我说实话 你开直播 我肯定不看 我肯定不看 感谢 那你去开吧 我指定不看 不是 人家这老弟 人家这老弟挣的少 听劝呢 一说 一说让开播 邦就开了 天天都开 哪天不挣三四百啊 天天每天晚上下班 给我截头 哪天都挣三四百 孩子还知道感恩 挺好的 像你这种 我肯定不看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你想说什么 我跟你讲 树叶有专攻 我看直播 你没有啥专攻 哥们 你现实就是个打游戏的 你没有啥专攻 打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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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PL 有很多职业的 KPL挺多 你就像那天晚上大哥 破房大哥 你就喊呗 你到时候从我喊呗 跟媳妇干账 你喊呗 你天天给家捧个电脑 我跟电脑过呗 你跟游戏过呗 对不对 我没有 现在实际说社会经验 人生经验 你说你说说 你今天张嘴说这些话 你自己不觉得怎么着 明天我真这么说 明天我这个账号 会出一个关于你的 咱俩这个对话的切片视频 你把这个视频 拿到你爸面前 翻热门了呗 不是不是 我没这 你别紧张 我就这么说 你能不能拿给你爸 听一听 你看你听 你听完以后 你爸能不能揍你 我爸不能揍我 那你就给你爸听一听 完到时候咱再闹 你说呢 我跟我爸 我说过这个话 你爸说实话 但凡能练小号 早就把这号删了 你爸没得选 你爸岁数大了 你爸岁数大了 但凡要高低练个小号 那不能够 那不能够 行行行 随便你 随便你 你咋说都行 我不在乎 所以说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要讨论 别给人硬降了 挺丢人的 我说实话 我觉得我这人解癖 我想我买一套 不想跟你说了 你说点心的 还没有其他问题 我就 我就刚才就说 你该说的那个事情 你该 不是 你该说那个事情 你的一切 配得上你的认知 你该 长春的文员 就四千块钱 你能 长春的服务员 哥们 饭店前台服务员 四千块钱 认不认 有啥不认的 我没能的话 我就挣这四千 等我有能 我就当餐厅经理 我学 怎么着 那你说 四千块钱 四千块钱的 怎么了 他是不是普通人 是啊 他不是 他孩子肯定不用 喝一千块钱 一月牛奶 他也不是 小孩上学的 领不了工资的 他就 如果他现在是 四千一个月 他现在只干服务员 他现在情况 就不适合结婚 也不适合生孩子 他一定努力 干到餐厅经理 一月八千一万 挣的时候 他在考虑生孩子 不是像你一样 在家里面 怨天游人 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你第一个电脑 天天 本个电脑过日子 就完了 你等着钱 从天上降下来 就完了 你等着游戏 高率框框提升 让你每月 挣一万多 就完了 你怨天游人 有什么用 你去改变你自己 你没怨天游人 你上来巴巴啥 你巴巴半天 以后你说出啥来了 那你再说啥呀 那我愿过 公交司机 你再跟我讨论公交司机 为什么挣钱养不起孩子的时候 你先说说 你的孩子是不是享受了 你这个级别该配有的人生 你这个级别都不该有孩子 我说实话 对不对 因为我爸是红色员工啊 跟你爸有什么关系啊 你咱说你要 哥们你要是孤儿 你不活了吗 没爸没妈管的 不活了 不工作了 不是 我如果是孤儿 就像你说的一样的 驴马烂子 连混都不能该 什么叫孤儿就驴马烂子 孤儿比你混的好的 有的是好吧 你别怨那个 怎么了 你现在是在怨你爹不行吗 不是 我爹很行啊 红色员工还不行啊 不是 那所以呢 所以他耽误你是 他耽误你一天天在家打游戏吗 没有耽误啊 他耽误你一个月挣三千吗 没耽误啊 那你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我说了普通人啊 你不是普通人 哥们 你不要拿自己当朋友 你不是普通人啊 我不是普通人 对啊 我是普通以下 我是普通以下 你跟普通一点不沾边 我普通以下 你是已经报废状态的人 就普通以下吗 你不是普通以下 你跟普通没有关系 没有比你再差的了 那我不是说了普通以下 那你要我咋说 那你就 你就 我这么说实话 你又不让我说这个 要是让我说的话 就是 你是属于佛A人 什么意思 佛A人 不懂 佛A吧 佛A 就是佛山A级人 佛A人 佛山 佛山我没去过 不知道 佛A人 反正我就是普通以下 行行行 佛山A级人 然后呢 然后就是 我是说中国大部分普通人 养不了孩子 生不了娃 那不是 你不是大部分 你是少部分 我不是大部分 因为你是佛A人 你是佛A人 我 我他妈A证还是小部分 你A证 你也没干这个活 你哪叫什么板呢 你给这硬件 你A证 哥们你就考出博士证了 你在家打游戏 他跟你跟 什么证有什么关系啊 你可加打游戏 靠天靠脸吃饭的 你能抱抱出来 你值多钱 抱不出来 你就在这饿着圈子 你跟那有啥关系 你跟那叫声有啥用啊 你能代表得了谁啊 哥们 谁当务生了 就你 就你不能 不是别人不能 我现在打游戏 我告诉你再一个 我不听 你明白吗 我不听 我不用明白 我告诉你再一个 这事吧 是俩儿的事 是你跟你媳妇俩儿的事 对 我实话实说 你不要以为你现在自己在这说啥地 你媳妇不见得这么想 我媳妇说实话 她想要 但是她现在 她现在呢 她也要着了 只是孩子没什么 她要没 没要着 你这个 要着了 你咋知道呢 我这是为你好 我这是为你好 哥们 我百分之百为你好 你别那么天真 她光光做头发 她光光跑步 指定跑步 她现在 她现在 那是英少 行 你咋说都行 你高兴 你高兴就行 我一月我不挣三千 哥们 我知道你不挣三千 你挣三千 所以你难受 我不难受 所以你跑步 所以你跑步 所以你做头发 所以你没有孩子 所以你难受 我不听 王不见经 不听不听 王不见经 我不听 你难受 你别给这降了 没有意思 别硬降 不让你说了 你觉得对 你就坚持做嘛 哥们 做带恋第一人嘛 是不是